2025年3月28日下午,缅甸中部平静的日常突然被撕裂,大地轰然摇晃,房屋剧烈震动,人们尖叫着奔出建筑物,强阵来袭,仅仅几秒钟,百年古桥,阿瓦桥,应声断裂,漫天尘土中仿佛传来大地的怒吼。 此时此刻,距离镇中700多公里外的泰国曼谷高楼,也在摇晃,摩天大楼顶层的无边际泳池池水,被晃得溢出,瞬间化作从高空倾泻而下的瀑布。 目击者目瞪口呆,仿佛置身灾难电影现场,不止如此,曼谷一栋在建的高楼,甚至在短短4秒内轰然倒塌,工地工人仓皇逃命。 这场发生在缅甸和泰国交界的8.2级超强地震,威力之大,让整个东南亚都为之颤抖,街头一片混乱,电话信号中断,人们惊魂未定。 一名长期旅居泰国的台湾网友,更是在社群平台惊呼,比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还夸张。 可想而知,这次缅甸强震带来的恐怖体验,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。 而,更令人几倍发凉的是,有专家警告,如此巨大的地壳能量释放,可能并不会止步于当地,极可能触发台湾发生地震,这究竟是危言耸听,还是真有其事? 一场地震的威力,竟能相当于177颗原子弹的能量,这到底意味着什么? 缅甸的这起强震,到底为何如此猛烈? 而所谓的板块碰撞,又是否真的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,引发千里之外的台湾发生地震呢? 我们将从历史事件,科学原理出发,带大家抽丝剥茧,一探究竟。 首先,这场强震的官方震级最初报告为规模7.7,但随后,泰国气象部门根据实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8.2。 不论7.7还是8.2,都已经接近了地震等级中的超大级别,释放的能量之巨令人生畏。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,这次地震的能量被比喻为177颗原子弹爆炸的总和。 试想一下,一颗原子弹的威力就足以移平一座城市,而现在有将近200颗这样威力的能量同时在地底释放。 那冲击力是何等害人? 难怪远在千里之外的曼谷都感受到强烈震动,甚至进入紧急状态。 然而,比起震感的传播,更让人关注的是地质学上的连锁效应。 这次地震发生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活跃断层带上,震源深度只有约10公里,属于浅层强震。 难怪破坏力惊人。 科学家指出,这次地震发生的区域正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前沿地带。 有人担心,如此剧烈的板块运动可能会将硬力沿着地壳传递,进而触发台湾附近的断层活动。 回顾历史,缅甸所在的区域其实并非第一次经历惨烈的强震。 上一次发生在缅甸境内相近规模的大地震,要追溯到1912年。 那一年,缅甸10街Sagin地区经历过约7.9级的大地震,造成严重破坏。 这场地震的震中就在此次强震附近,当时许多建筑倒塌,地面裂开,留下了惨痛记忆。 可以说,这一次沉寂了百余年的地壳能量,如今再次爆发,让人不寒而栗。 当地流传着大地沉睡百年,一朝翻身震天响的说法,指的正是这种长时间累积硬力后突然释放的地震。 除了1912年的大震,缅甸历史上还有多次强烈地震记载。 例如1930年的妙瓦地震,规模约7.3级,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,在缅甸史册上留下惨烈遗液。 更早之前,据史料记载,1839年缅甸中部也曾发生大地震,具体震级无法准确测定,但据描述地洞山摇,江河改道,可见威力非同小可。 另外,1975年,缅甸著名的蒲甘古城,曾经历6.5级地震,导致当时半数以上的古斯塔受损,足见这一地区地震活动之活跃。 不难发现,缅甸境内,其实隐藏着一条巨大的地质伤痕,那就是石阶断层,Sagaing Fort。 这条断层纵贯缅甸南北,过去200年间多次引发强震,每一次都在改写当地的地貌与历史。 相较之下,台湾同样是一个饱受地震考验的地区。 历史上,台湾也发生过数次重大地震灾害,例如1999年的921大地震,规模7.6,造成2400多人罹难,全岛震惊。 再如1935年新竹台中大地震,规模7.1,1906年梅山大地震,规模7.1等,都曾重创一方。 近些年较新的案例,像2016年高雄美农地震和2022年台东池上地震,虽然规模在6级左右,但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。 这些历史事件告诉我们,无论是缅甸所在的中南半岛,还是台湾所在的西太平洋岛链,都处于地球板块交界的活跃地带。 地震,在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陌生的客人,而更像是潜伏的猛兽,静静积蓄力量,等待着某个时刻突然苏醒。 那么,为什么缅甸这次会发生如此强烈的地震? 这就要从板块构造谈起,地球的表面并不是完整一块,而是由十几块巨大的拼图,也就是板块,构成的。 这些板块像漫武的巨人,常年以厘米级的速度在移动,缅甸正好位于几个板块交界的复杂地带。 西侧是缓缓北移的印度板块,北边是庞大的欧亚板块,东南侧则是迅塔板块,而缅甸自身还坐落在一个被称为缅甸板块的结构上。 简而言之,缅甸就像夹在多块陆地拼图之间被各方推挤着。 具体而言,在缅甸西部沿海,有一条巨大的斜向俯冲带,称为迅塔海沟。 那里是印度洋板块向东北斜插,慢慢挤进缅甸板块和欧亚板块之下。 这个引墨带曾经在2004年引发印尼苏门达腊大地震和印度洋海啸,那次规模高达9.1的巨震震惊世界。 不过,这次缅甸8.2强震并非发生在海沟浮冲带上,而是出现在缅甸内陆的一条大断层。 石阶断层是一条走滑断层,就像加州的圣安地列斯断层那样,两侧的地壳快体沿着断层面水平错动。 想象一下,两个人在拔河,一左一右使劲拉绳子,可绳子中间突然趴得断了。 走滑断层的地震就有点类似这种横向拉扯后瞬间断裂的情形。 石阶断层北起喜马拉雅山路,南街印度洋安达曼海,全长约1400公里,贯穿缅甸纵深。 长期以来,这条断层以每年大约20毫米的速度在缓慢位移。 这个速度听起来很慢,但对地质而言已经相当快。 平时断层两侧被卡住,蓄积硬力,等到承受不住时,就会突然错动释放能量,引发地震。 这次的缅甸强震正是石阶断层上一次剧烈的错动。 从地震机制解读,它属于典型的走滑形地震。 震源机制解剖图显示,断层两侧几乎水平相对滑动,释放出巨大能量。 地震当下,地表可能出现长长的裂痕,仿佛有人用巨大的利刃在大地上划开了一道口子。 有地震学家形容,这次强震就像划过地球的巨大刀痕。 形象地道出了走滑断层地震的特征。 我们再来谈谈地震规模与能量的关系。 地震规模是一个用来表示地震本身能量大小的指标。 它是对数刻度,每增加一级,能量约增加32倍,每增加0.2级,能量约增加1倍。 比如从7.0级提高到8.0级,能量增幅足足有32倍之多。 因此千万不要小看了小数点后那几位,7.7级和8.2级看似只差0.5, 其实,能量相差将近4倍。 科学家估算,7.7级地震释放的能量,换算成TNT炸药,当量有数百万吨之巨。 传统上,我们喜欢用二战时期的广岛原子弹作为能量单位参照。 一颗原子弹大约相当于15000吨TNT炸药释放的能量。 如此一算,这次缅甸地震相当于177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。 当然,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,用来让大家理解能量的庞大。 实际上,地震和核爆的作用方式并不一样。 核弹在瞬间释放剧烈的热量和冲击波, 而地震是地壳岩石在断层面上滑动,产生的地震波向外传播。 地震波会让地面震动摇晃,能量散布范围更广。 但破坏力取决于距离、地质条件等多种因素。 然而无论如何,177颗原子弹这个比喻足以说明此次地震的能量极其惊人。 另外,我们在新闻中常常听到震级和震度两个概念。 规模是地震本身的能量等级,不管在哪里测都是同一个值。 而震度是指地面受到地震影响的强弱程度,会因距离远近和地质条件而异。 例如这次缅甸强震,在震中附近的烈度达到IX级,房屋倒塌,地表裂缝。 而远在泰国曼谷,震度可能只有约IV级左右,虽然建筑摇晃明显,但破坏相对有限。 对一般民众来说,震度的感受更直接,但对比较不同地震的规模与破坏潜力,还是要看规模。 这次缅甸地震不仅规模大,而且震源浅,又发生在人口稠密区域,自然灾情严重。 地震发生后,人们不禁要问,这么大的地震会不会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产生影响? 台湾民众需要担心吗?对此,专家的看法略有分歧。 我们先来看看,支持可能引发台湾地震这一说法的观点。 提出警示的是台湾知名地震专家,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先生。 他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时间巧合,今年1月7日,青藏高原发生了一起规模7.1的强震。 随后仅两周后,1月21日,台湾嘉义大浦就发生了规模6.4的地震,造成台南市、南西区等地灾情。 郭专家认为,这两起地震可能是所谓的硬力转移效应,也就是说,远方强震释放的能量改变了地壳内硬力分布,进而触发了台湾隐浮断层的活动。 他指出,这次缅甸地震的机制和1月那次青藏高原地震类似,同样使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压所致。 因此,不排除这次缅甸强震会沿着板块传递应力,使阳子板块有所位移。 而台湾西半部与中央山脉底下正连接在阳子板块的边缘带上。 一旦硬力传导过来,可能就会促使台湾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。 他提醒大家,不要以为缅甸离台湾很远,就掉以轻心。 未来几周内,台湾仍需要特别留意地震动态。 这番话听起来不免令人心惊,难道地震真的会传染不成? 其实,地震诱发另一场地震的现象,在科学上并非没有依据。 特别是在相连的断层系统或板块边界上,一处的大规模破裂,可能改变临近地区断层的受力状态,让原本临近临界点的断层提早破裂。 这就像撑满书本的书架上,如果你猛地抽走了一本书,旁边紧贴的书可能也会跟着滑落一样。 然而,这种硬力触发效应通常发生在相对较近的距离内。 隔着上千公里,跨越多个板块,影响还能有多大? 学界对此仍在研究,除了静态硬力转移之外,还有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动态触发。 即大地震产生的地震波传播到远方时,虽然震动减弱了,但仍可能在一些敏感的断层或火山区引发微小的地壳反应。 举个例子,智利1960年9.5大地震后,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夏威夷地区,监测到了火山活动的变化。 2011年日本9.1大地震后,远在阿拉斯加和加州的仪器,也记录到一些微震的异常增多。 然而,这些远距离连锁反应,大多是小规模活动,很难直接导致一场大型地震。 要让台湾发生六级以上地震,恐怕需要本身断层就已经蓄势待发,接近临界点了。 因此,也有不少科学家持保守态度。 台湾中央气象署的地震专家就明确表示,此次缅甸地震对台湾没有直接冲击,民众无需恐慌,为何这么说? 因为台湾与缅甸相距将近3000公里,两地的地质构造环境并不直接相连。 台湾位处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,自身就是地震高发区,每年都有许多中小规模地震。 与其担心远方地震传染,不如重视台湾本身板块能量的累积和释放。 正如另一位地质专家吴建復所言,板块活动有其不可测性。 过去日本311大地震,台湾数次地震的经验都显示,大地震往往出乎意料。 我们无法断言缅甸这起地震就一定会或一定不会影响台湾,但保持警戒总是好的。 科学界目前的共识是,间接影响可能存在,但机制复杂,尚需更多观测和研究。 在未有定论前,民众不必过度恐慌,但也应该做好日常防灾准备,居安思危。 谈到这里,我们不妨来聊聊几个有趣的延伸话题,让大家更全面地理解地震与板块。 首先,就是刚才提到的原子弹比喻。 有人可能会好奇,为什么每次大地震新闻都喜欢拿原子弹来做比喻呢? 其实,这是为了让一般大众对抽象的能量数字有具体概念。 毕竟说,10、15胶尔或几百万吨TNT,多数人没有明确感受,但一提相当于多少颗原子弹,马上就能体会那种恐怖威力。 事实上,历史上许多著名地震都有过这样的比喻。 例如,1999年921大地震相当于约30颗原子弹,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则相当于约3万颗原子弹。 至于史上最大地震,1960年致立9.5级地震,粗略估算约相当于2000万颗原子弹,简直难以想象。 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地震真的像原子弹爆炸那样产生辐射或火球,而只是能量释放总量上的对比。 透过这种对比,我们也能更敬畏大自然。 人类引以为戒的终极武器在地球能量面前,有时也显得微不足道。 其次,板块碰撞塑造地貌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。 正是由于印度板块长期向欧亚板块挤压,我们才有了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的龙起,以及横跟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。 换言之,剧烈的地震,不断的山脉抬升,都是板块撞击的表现形式,一静一动,相伴相生。 今天我们谈论缅甸强阵带来的灾害,但从地质、时间、尺度看,这些能量的宣泄也在改变着地表的形貌。 谁知道呢,也许几万年后回望今日,我们会发现,正是这类地震,一点一滴地促成了新的山川河流格局。 当然,对当代人来说,我们更关心如何减少灾害损失。 最后,再谈谈台湾与邻区的地震带。台湾所处的位置,西边紧邻欧亚板块,东边则属于菲律宾海板块,南方有吕宋岛湖,马尼拉海沟,北方有琉球海沟,可谓被地质活动包围。 所以台湾的地震有两种主要来源,一是岛内的板块碰撞产生的断层错动,二是近海的引墨带地震。 反观缅甸,除了石阶断层这类走滑行地震外,西部还可能受到汛塌海沟引墨带的影响。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板块背景,但有一点是相通的,处于地震带上的国家,都必须与地震共存。 日本、印尼、台湾、缅甸都一样,需要发展出防震减灾的智慧,将自然猛兽的威胁降到最低。 综上所述,这场缅太8.2强阵展现了地球板块无可匹敌的能量,一次断层错动便相当于数百颗核弹的释放, 令人叹为观止。 同时,他也提醒了我们,地震这种天灾往往不会孤立存在于教科书里,而是真实地牵动着区域之间的联系。 虽然科学界对缅甸强震会不会诱发台湾地震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, 但不论答案如何,我们都应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灾害的警惕。 正如气象署专家所说,台湾本身就位于活跃的板块交界, 防震准备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,也许这次台湾不会有任何异常地震发生,那是最好的结果。 但即便如此,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依然宝贵, 平时做好防灾准备,了解正确的地震应对方式, 才能在突如其来的地动天窑中尽可能保护自己和家人。 当大地再度发出怒吼时,我们将不再只是惊慌失措的看客, 而是有备而来的智慧生存者。大自然的剧本充满悬念, 没有谁能确切预言明天会发生什么。 但可以确定的是,像这次缅甸大地震这样的事件, 未来还会在地球不同角落上演, 与其恐惧不如多学习,多防范。 当我们仰望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, 别忘了,那是板块碰撞的壮举。 当我们谈论原子弹般的地震能量, 也请记住,那是地球母亲在向我们展现她的威力。 我们能做的,就是在这伟大而难测的自然力量面前, 谦卑以对,敬畏自然,真爱生命。 让我们下去,敬畏自然取材, 感谢观看